这是铁沙掌高手十秒钟被搏击高手KO的视频 红方是世界搏击冠军行金喜 南方是铁沙掌高手斩藤 比赛一开始两人碰拳还没有完全结束 铁沙掌斩藤就被打得后退 随后铁沙掌高手的扫腿落空 被搏击高手前手拳命中下巴 一个高边腿将铁沙掌斩藤逼至龙角 两人接着就是组合拳对攻 无奈铁沙掌高手出拳太慢 却没有护住下巴 被搏击冠军直接KO倒地 比赛时间不到十秒钟 能批断砖头的铁沙掌高手 却迅速败北 这是为什么呢 铁沙掌练了难道真的不能实战吗 铁沙掌和搏击相比 有缺点是什么呢 水华灯功夫频道 向一位武术人进行了请教 尤其对那个铁沙掌感觉特别神奇 那时候小时候就学啊 你知道吧 然后就去找砖头 去批去练去批 到大了之后 等明白了之后 才发现自己 简直就是缺心痒 那些龙是以表演为主 它不是没有杀伤 有杀伤的 但这种杀伤的是来源什么呢 就是说你一定要什么呢 在你有身法 有速度 你对于掌底 它能打到对方身上才行 你身体的柔韧性 协调性 不法都没有 你光连个铁沙掌有什么用啊 就给你个锤子都不好使 是不是 你那铁上朗再硬有锤子硬吗 对不对 所以你得有身法 它有步法 它有速度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看到 就现在为什么武术 它大量的要去练这个步法 尤其现在啊 我看到现在这个圈肌 综合格斗要比以前要先进的多 高兵的多 现在大家看不看到 他们都在地线 划线 划米子线 紧直线 梯直绳 等等 来调整不同的步法 那就是什么 增加灵敏度 协调性 和身体的旋转 扭矩 角度 这些东西 你只有这样的 你要过去 传统 我们说讲 就是什么 就是说 你不跟不上 你是打不到人的 那么现在搏击 更是这样 你这个步法 你赶不上 那你怎么去打人家 是不是 那是不可能的事 其实 除了步法 身法 速度 和国际拳手相比 体能 抗击打 对抗训练 也是铁沙掌 爱好者需要加强的 你觉得呢 欢迎留言评论 这里是水花灯 功夫频道 关注我下期见